七十大壽 你的生日礼物 跟别人不一样 一百年到七十岁大壽 可能就餐厅嘛 对不对 你全家一起吃饭嘛 在一个很安全 很舒服的环境里头 很温馨地度过七十岁大壽 你的七十岁生日呢 我现在有看到这张照片 刚好掉在我旁边 这是你吗 是啊 这是七十岁生日吗 七十岁生日 七十岁 这身材看起来不像七十岁的 七十岁生日 跟十七岁少年一样游 你别臭什么 七十岁那天你在干嘛 在跳水 在跳水啊 在跳水 跳什么水 不是你就这样 它顶多让你 比如说从这边 到那边大概这样几公尺 两公尺吧 它一定把它拉回来 因为如果是超过 比如说好像是二十几秒的话 心脏这个血呢 回不着心脏 就可能会中风 所以它就说大概十几秒 就把它拉上来 这个地方在哪里 南极啊 南极 水温多少 这个水是零下五度 外面那是零下三十度 这个水是零下五度 你就这样跳下去 就跳下去 有一小段很快就拉上来了 船上没有医生吗 医生可以让七十岁的老先生 这样跳下去吗 看起来不像老先生 对 这样会中吗 不会 大部分的人就说 只是沾一下马上上来 不真的游泳 我是真的去游泳 你看嘛 你是有在游泳吗 所以有啊 都没有说 你们同团每个都跳下去吗 没有 只有几个人 脑袭有一点问题的 你这样跳下去有什么感觉 哇 这个没办法形容 冷暖自私 没办法形容 但是一上来的话呢 他马上给你喝一小杯那个Voca 大概是六十几度的 马上喝一下 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 来庆祝七十岁的生意 这个还是一句好奇 好奇 尝尝那个味道 是好奇 所以你从小就好奇宝宝 是好奇 到现在一样 到现在一样 我准备明年 我就找十几个人 弄一个湿海 乐队 在里面 对啊 比如说吹火琴唱歌 或者吹蹄子 这个会震撼 你都很有梗 你不只是去旅游 你每次都达到一些目标 是呀 完成一些 做不去 要有一些创意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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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